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缺乏诚意 也缺乏最起码的一些信息披露 既然称为调查报告 就应该有很详细的来龙去脉的描述 包括相关的人 责任人 那么现在对这些责任人具体是怎么处置 其实这个都是语言不详 说的不清楚 那么我看到了说 虽然讲对李文亮进行训诫的做法 似乎在程序上不适宜 但是还是强调了说李文亮在没有核实事实的情况下 发布这个信息 可能给社会造成一些不良影响 那这个就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到底李文亮他这个揭露这个事实 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还是错误 如果要是讲现在调查报告最终的结论 是认为李文亮所做的事情 是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那他应该是作为一个劣势 作为一个社会上的所谓的 无论你叫英雄也好 还是叫一个模范也好 他是一个值得保养的人 还是说他是对社会造成了负面危害 负面影响的人 那应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就算他死的话也不给他证明 这两种态度到底是哪一种态度呢 好像是两边各打几十大板 就是说又说他有正面的方面 但是正面方面说的非常的轻描淡写 所以说好像是很勉强的 说他好的方面是很勉强的说出来 反而在为官方进行辩解 就是说他没有经过核实 什么东西怎么样才叫完整的 或者讲是跟事实有一些不相符之处 那真正掌握全部事实的应当是官方吧 官方才有责任有义务 把这些所有的细节向公众公布 在公布之前 在几个月之前 当公众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李文亮作为最先了解 事实真相的那批人 他是披露了一部分事实 那已经足够了 没有一个人有责任有义务 把自己还不知道的事实 百分之百的有义务去提供给社会工作 他没有那样的能量 我想在那个时期 包括习近平 他是不是有能力掌握百分之百的信息 那都很难说的一件事情 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是百分之百 也不可能说自己所了解的事情百分之百的准确 我想如果要是这样的去要求的话 那中共的官方媒体 无论是新华社 人民日报 还是CCTV 没有一家媒体是合格的 那是不是说当他们的媒体 发出的信息有误差的时候 那么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的这些负责人 就要负直接的责任呢 所以这是官方一方面是自相矛盾 再一个是自打耳光 如果你要是自己做不到 你却要求一个普通的公民去做到 而且李文亮呢 他是作为一个医生 在自己的医学同行这个小群里边 进行有限的通报 这个对作为医生的职业来讲 是有直接帮助 而医生呢 又有可能让社会上其他一些人员 受益 这样一个群体 需要比其他的社会公众 更早一点了解真实的信息 所以官方呢 是最有责任和义务 在第一时间就把 是官方所掌握的信息和资料 通报给这些医务人员 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 本身就是政府的失职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对医务人员进行这么 求全责备的苛求 然后呢 一旦有一些误差 就拿他们当作这个专政的对象来对待 这个说法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 那么现在呢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调查之后 并没有公布相关的责任人的姓名 职务 以及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然后只是笼统的说 由这个武汉的监察机关 进行相应的处理 处理是什么样的处理呢 所以这个调查报告 应该说是一份 完全不合格的调查报告 根本没有起到调查报告 应该起的这样一个作用 从程序上 从内容上 都没有达到一个起码的要求 夏吉祥 在随后啊 这个报告发布之后 武汉市公安局就做出了一个处理决定 一个是对中南路派出所一个副所长 给予记过处分 给一个干警是警告处分 这个是按他们的说法 这个是就画上了一个句号 您觉得既然是这个结果 为什么这个调查组 还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他们到底在干嘛呢 我觉得中共的一个惯用做法 就是出了一个事情以后 往往都是找一个替罪羊 都是级别比较低的基层的执行人员 对他们进行处罚 而且这种处罚背后 甚至还有可能有安抚 就表面上给你一个处分 但是背后呢 做一些承诺 说今后有机会还会 把你这个处分给抹掉 甚至还要提拔你 另外呢 在经济上也会给一些补偿 意思说 你看这个事闹得这么大 咱们这个单位受到影响了 你等于是要替这个单位来 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 这个你受的委屈 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 等于是在帮这个单位一个忙 那这种情况 我们过去也是司空见惯 这样的事非常多 往往有的受了处分 没过几年呢 这个人反而呢 被提拔被重用 大家还记得原来当年 这个克勒玛伊 克勒玛伊当时有一位 女的正宫人员 当时让这个说 让领导先走 失火的时候 那么多的学生 有生命危险 但是呢 他却挡住 他说让领导先走 不让学生和教师撤走 所以造成了重大的伤亡损失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 在人性上 在他的这个独职行为 和玩乎之手上面 都是情节非常严重的 这种人应该永不录用 永不这个 如果不出入 做出的干部队伍的话 至少也不应该得到重用 但这个人经过几年之后 摇身一变 居然继续得到重用 所以可见中国的官场 一个什么肮脏的 藏污纳垢的地方 对那些犯了重大错误的人 还可以再次的启用 而且还超过了一般人的 正常的晋升的速度 所以这个呢是 我觉得为了掩盖 中共这个整个的这样一盘布局 大家都知道 这个对李文亮进行训诫 这肯定不是一个基层派出所 能够做出的决定 这整个的上面的指导思想 可能会涉及到 省市一级领导 甚至涉及到中央 如果没有中央这个要求严控信息 就是对疫情信息进行封锁 没有这样的一些指示的话 我想底下的人也不会采取这样的 在我们看来好像是过于 这个这种过于严格的 极端的反应 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 那么这些医生 医护人员在自己的医疗同行群里边 进行信息分享 这是非常有限的信息分享 为什么让官方如此大动干戈 所以这样的一个责任最后 所以只让一个基层派出所的 一个警员或者派出所的副所长 所长来承担这样的责任 那简直是愚弄大众的智商 大家想想中国老百姓 真的会相信这种说法 这种结论真的能够 能够有说服人的这样的一个证据 和他的这种正当性吗 我想肯定老百姓都会怀疑 这样的一个处理决定 现在说这个结果出来以后 很多人非常失望 认为了也就只能这样了 因为官方就这个态度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其实李文利亚去世以后 中国的网络上出现了 两次比较大的动静 一个是大家怀念它是2月6号 另一次是艾芬医生 实际上也是李文亮医生的一个延续 就是大家接龙转发这个文章 所以有上亿的观众网民在参与其中 你认为李文亮这个发布以后 调查报告发布以后 会对中国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李文亮这样一个个人的悲剧 实际上他已经揭露出了 中国社会的这样的一个 制度上的严重的弊端 其实对李文亮医生的这种 大面积的怀念纪念 甚至有一些抱怨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 真正的内涵是指向习近平的 因为这个要求封锁的消息的 或者说不希望把疫情让公众所知道的 一开始就是习近平 所以呢我想这个责任 大家这个转发的越多 越表达对习近平为首的 中共中央的这样一个强烈的不满 我想这已经不是说 对地方对基层领导的一种不满 那么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表达 也反映出了一种真正的名义 就是老百姓对目前这个中共官方 到现在还在进行这种 令人感到肉麻的这种宣传 吹捧习近平如何采取了 适当的及时的措施 他如何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这是一个一种强烈的反讽 你看看最近几天官方主流媒体的报道 仍然是说整个疫情期间 习近平心中放在第一位的是 人民的生命安全 如果要真要是这样的话 中国的疫情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程度吗 会给全世界带来如此严重的危害吗 所以说这次中国的所谓国际形象 被中国自己就毁得非常的彻底 过去多少年来大外宣 花了多少钱想改善中国的形象 那么这次应该说彻底的 把中国的形象给毁掉 那么现在我想中国 中国人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大家能够联想的第一个直接反应 就是跟这个疫情相关 所以现在呢 在有些地方当然也出现了一些 这个侮辱华人 歧视华人的现象 但是我觉得这些根源要归结的话 都是习近平上任之后 采取的这些非常昏庸的举措 尤其是在疫情发生之后这段时间 采取的这种没有人性的 违背常识的一些愚蠢的做法 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像说有任志强 应该您也很了解 他是一个地产大亨 并且跟王岐山呢 应该关系也很好 他曾经就发言了 只批评过中共的一党专政 曾经也被什么党内警告处分 留党查看 但是最近呢 他写了一篇文章 实际上就是没有点名 但是我们都看了出来 是指习近平就是一个没有穿衣服 还一直坚持要当皇帝的小丑 但是最近他失联了 您如何评价 任志强呢 是中国比较有名的一个地产商 现在原来呢 他是这个国有企业的负责人 后来这个企业是不是改造了股分制了 然后他私人再有一定的资产 过去呢 在2000年前后 那段时间 这个任志强名气还不够 不是那么大 但是他呢 对经济学圈还是非常感兴趣 因为他想了解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所以跟经济学家之间有一些互动 我记得在2001年 02年 一直到04年 05年 我们都有一些在 或者在他们的公司 或者在其他地方的一些小型的聚会 这小型的聚会 就是国内的一些企业家 这主要是像地产商 另外呢 就是经济学家 还有一些政府官员 包括当时国家统计局的局长邱小华 我们在一块讨论的时候 就觉得当时我对任志强呢 是有一些不太好的看法 因为他当时表现的态度非常的强硬 他认为地产商被这个全国人民误解 他说这个大家都骂这个地产商是黑心的地产商 说这个暴力 地产暴力达30%以上 他说他就为这个地产商叫区 他说其实大部分的钱都被政府拿走了 我们凭什么要承担这样的恶名 他说你们这些经济学家都在胡说八道 态度非常的蛮横 所以呢当时毛玉士先生和我 我们两个人是不赞同他的一些说法 有的经济学家给他一点面子 但是我们两个都是委婉的批评了他的那种说法 但是任志强这个人呢 就是他人大炮嘛 他就是说话的时候 那个眼睛远瞩了老员的 看起来很凶 又是军人出身 很多人怕他 但实际上你要真的跟他争论 摆出事实依据 他内心他还是有感觉的 他后来呢 他对我们的态度就和善了很多 而且他的后来的言论也是做了一些调整和修改 所以我是觉得任志强 由于他处在风口浪尖 有一段时间 好像中国网民评出的 说中国十大恶人 就是老百姓最想打的 网民最想打的十个人里面 他好像排名比较靠前 说大家要报打他一顿 表明这种对 报地产商的一种痛恨 其实他是待人受过 他经常是以地产商的这样的一个符号 出现在公共平台上 媒体上来这个进行反击 其实还有很多比他大得多的那些地产商赚了很多钱 但那些人反而躲在后面不说话 任志强这个人大炮 就是他的性格就体现在这边 他待人受过 其实他个人并没有比那些地产商挣更多的钱 所以那就是一个性格的事 但是后来有人说 因为他的岳父 他的父亲 是他的父亲原来当过商业部的副部长 所以任志强那就算是红二代 但是呢 他这个如果你说他是红二代的话 他为什么在有些问题上 也不像那些红二代那样子 好像江山是我们的江山 你敢反对这个党 那我们就要跟你成为敌人 任志强好像也不是那类的 他慢慢的就是跟批评的一些人 也会站在一块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 所以呢我觉得最近这些年 他可能是有比较多的反省 有比较多的提升 尤其是他在前两年说 党媒性党的问题上 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公开的质疑 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有人称赞说老人人大炮 确实是有胆识 在关键时点 竟然敢挑战最高领导人 大家谁都知道 在中国挑战最高领导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但是他居然在那个时点上敢于挑战 后来又有人找出一些理由说 他之所以敢于挑战是因为他有后台 说他的后台就是王岐山 当年在中学的时候 王岐山虽然比他高几届 这个不算是老师 但是王岐山是他的辅导员 因为那个时期呢 除了老师以外 还专门请了一些高年级的学生 作为第一年级学生的辅导员 所以王岐山做过任志强那个班上的辅导员 跟任志强谈过心 所以那个时候就结下了情谊 以至于后来 当王岐山当了北京市市长 后来又当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 这个任志强作为地产商 跟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经常有些互动 本来就是熟人关系 甚至任志强还透露 有的时候快半夜了 他们俩还通电话 那一般人肯定是做不到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历史渊源 他们才能够有这么近的关系 所以有人说这个背后是王岐山在指使 这个说法完全站不住 为什么呢 因为王岐山当时跟习近平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所谓习王联盟 那么假如说王岐山要公开的反习近平 那怎么会有那么亲密的一种习王联盟呢 不过后来他当这个国家副主席 也说明习近平在一定程度上 还要依重于王岐山 如果他是对他个人完全不满 而且认为他的能力 有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的话 那根本就连副主席的位置也不会给他 他本来就应该是到点下课 所以这个东西说起来 我觉得是有很多站不住脚的地方 有人说有了这样一个保护伞 所以他能够免受责罚 他免受了吗 他也受到了这个党内激过处分 还是叫留党查看处分 好像是一种留党查看处分 就是一种警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要不就是激过处分 反正这两次是其中之一吧 然后呢 他就是受了这样的一个训诫之后 他一段时间就很少说话了 很少公开发生了 但这次他又忍不住了 所以这次他在发生的时候 就是已经说出来了 他说我知道这样发生的话 会带来麻烦 但是他还是不得不说 这个大炮的性格脾气是改得掉的 在关键时点他还是要说 就这样的一个著名的人物 公众人物居然可以失联 可以消失 可见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说盖世太保国家也不为过 因为这个中国现在呢 只要你是有跟官方不一致的声音 要么就要灭身 要么就让你这个人最后呢 要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 这个处罚 所以最终呢 有可能以后你再发不出声音来 所以现在呢 我觉得任志强 这个这样一个人物 在中国的无论是政治圈 还是经济圈 企业 各行各业 他都有相当多的熟人 人脉 这样一个人都可以 突然间就消失 所以可见很多人 其他人都是不安全的 还有谁是安全的呢 包括在这样的一个 制度体制下 就是说将来有一天 习近平如果失去权力的话 他的个人安危 他的基本人权 也得不到起码的保障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 这样的一个 这个专制制度下 就连过去的国家主席 刘少奇都可以被迫害致死 连一个普通的公民的 这个起码的人权保障都没有 所以你可见中国 到了21世纪了 仍然处于这样的一个 像2000年之前的那种 专制制度下 是非常可悲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安全的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 深圳具有个人的独立 尊严和自由 下个时候有几个 思思乐点下请你点评 第一个是川普总统 他称中国这个病毒 这个肺炎病毒是中国病毒 并且他还不同意人家提醒他 就是说可能会记录中国 中国我看有一些网友 情绪也是很大的 中国官方更不用说了 您的看法是什么 川普几次都提到了 Chinese virus 他这个说法呢 有一些人觉得 就是非常的敏感 从字眼上来说 说Chinese virus 可能比说China virus 还要严重 因为China virus 指的是一个国民 是来自中国的病毒 而Chinese virus 就有可能理解为中国人 或者中国的病毒 两种理解都可以 如果是理解华人病毒的话 那就不仅在中国大陆 在全世界各个地方 这些华人 可能都会受到牵连 所以现在呢 就是大家这个反对说 你这个说法就是带有歧视性 带有种族的这种 种族主义的 或者讲种族主义者的倾向 这一点呢 他不承认 他说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他认为这个中国 在病毒发生之后 中国官方采取了这种 掩盖疫情的方式 延误了时机 造成了世界上这么大的 一个危害和影响 所以呢 他现在要强烈的要说 而且最主要的动因是 前不久这个外交部发言人 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 是要甩锅 要把这个脏水泼到美国身上 说这个病毒是由美国军人 在2019年10月份 参加武汉军人 那个叫世界军人运动会的时候 把病毒带过去 这个说法完全没有事实依据 也没有逻辑 大家想一想 如果美国军人那个时候 就传播病毒的话 当时参加运动会的有9000多人 那应该很多国家都会 在那个时候就应该有 大面积的传播 怎么会等到好几个月 接近半年之后再爆发呢 再说那些美国军人 回到美国之后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病情和症状 所以这个完全是站不住脚 有人说官方的说法是 当时有美国运动员 在武汉期间进了医院治疗 就进的是金英潭医院 那么当时呢 好像说是瘧疾还是其他的一些病 跟这个传染病 跟这个病毒是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说法是完全是无稽之谈 那么现在呢 就是讲到这个病毒 到底要不要冠以这样一个 在地名或者国民的身份 标识的时候 有的人说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有了一个官方的说法 叫COVID-19 那为什么不用官方的说法呢 大家说这个官方这个说法到底有几个人在用 中共自己的媒体现在都没有这个普遍的使用 COVID-19 而是在那之前大量的使用的是武汉肺炎 武汉病毒 虽然没有直接说中国病毒 但是武汉病毒这个词 至少在这个美国人说之前 就已经相当的流行 包括在整个华人世界 也是说的非常多的 武汉肺炎是中共官方多次引用的 多次使用了这样的一个名词 所以呢 你这不怪别人 不能说到是美国人来用了这样一个词汇 再说了 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个历史上的一些名称 包括一些病变的名称 都是跟地名相关的 你比如说 有人说荷兰病 还有这个香港脚 还有土耳其欲 这个 还有Gold Dutch Gold Dutch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分脏 黑衣制 这些都是跟国民 跟这些一些民族相关的 那是不是都有这个 这种乌乌性呢 还有一个种叫做French leaf 那所有的这些名称 都是约定俗成保留下来的 没有人说 因为你用了这样一个词汇 就表明你在侮辱一个民族 你在歧视一个民族 那么我在我的视频里面 已经讲过两次 我说这样的事情呢 不要争论 你看看 过了半年 一年 十年 八年 甚至更长时间以后 你看看 还有多少人用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名称 那约定俗成留下来的 那就是人们所能接受的名称 所以不管你这个中国人 或者是中共官方 喜欢还是不喜欢 这个名称到底将来会流存 用什么样的名称流存下来 这个不是你个人或者官方能够左右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 而且呢 说来自中国的病毒也没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这个不是反映到一个民族性的问题 民族主义过于强烈 实际上是一种缺乏资金的表现 现在说在推特上 还在一些公共媒体上 有一些争论 就说了华俊林说 1月3号就已经把这个疫情呢 通报给美国 那美国应该是知道的 但是现在呢 你看美国已经过万了 这个确诊病例 世界上呢 已经蔓延 从死亡和确诊都已经超过中国 那为什么西方的反应这样迟缓呢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跟公共卫生的状况和长期的形成的历史条件有关 那么在西方呢 这个这么多年来很少有这种大规模的严重的公共卫生这个状况发生 所以呢 大家都没有这样的一种长期的准备 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吧 包括川普一开始对这个问题也是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可能就跟流感一样 一年呢 流感总会让几千人上万人死去 所以他觉得无非也就跟流感差不多 他没想到这次这个蔓延的这么快 疫情这么严重 所以呢 这个确实是在这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机制上 在本身的储备准备方面 还是有很多的缺陷和不足 然后呢 现在呢 开始采取全面的措施来应对这个疫情 但是呢 起步已经是滞后 如果要讲一个月之前就能进行 但话说回来 一个月之前当情况还没那么严重的时候 我想官方也不会做出这么重大的一些决定 所以现在呢 事后诸葛亮说的话 的确是觉得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有些表现的不够到位 尤其是川普可能对在美国疫情发生 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 估计不足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川普也应该负一定责任 所以如果要讲对这个官员 要求他们有更高的这种价值尺度 作为川普来说的话 他应该向美国人民做一个道歉 但是我想这个川普可能不愿意做这样的道歉 反正是有崇尚权力的人恐怕都是不愿意向公众 向老百姓进行这样的道歉 下的时候有一个高中生呢 跟方方武汉作家方方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就批评方方 说是没有缺乏正能量 没有弘扬主旋律 并且里面应该是指伤骂怀 您如何看待这封信呢 这个信到底有没有署名呢 我们不知道这个中学生姓谁 姓圣名谁 也不知道他是武汉市哪一个中学的学生 还是说是湖北省以外的学生 我觉得你既然要写这样的信 想进行一种政治表达 那么就应该提供这些最基本的个人信息 这个信呢 其实让我联想到了这个 私人帮肆虐时期的黄帅 黄帅当时是北京中关村小学的一个小学生 当时进行反潮流的时候 就是对老师提意见的时候才12岁 在小学生日记里边 他是用日记的形式表达了对教师的不满 但是这个后来呢 被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 作为这个重要的事情向全国推广 所以那个时候呢 私人帮抓住这样一个机会 说这个资产的教育路线 毒害青少年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结果呢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 中小学很多课程 就不是那么正规的上 学生动不动就反潮流 反老师 所以很多课 老师不敢学 敢学 管学生了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说 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为什么呢 因为老师上课 过去有一些学生捣乱 不好好听讲 老师还可以把这个学生处罚 让他出去 让家长来 后来呢 就老师不敢管了 不敢管了 实在课上不了 我就记得我上物理课的时候 我们班的那个 有一些学生挑剔捣蛋的 站在桌子上大喊大叫 甚至骂老师 老师最后气得没办法 说你们不想上就别上了 所以很多课程都是这样的 数学课 化学课 物理课 这些基本上都是不能正常的上课 那所以这样的造成了这种 对一两代人的这种教育方面的 这个缺失和这个耽误 那这个党中央从来没有因此而做一个 反省和这个自我检讨 当然你说达到四人帮之后 那当然要清算四人帮对教育方面的 这个造成的危害 那黄帅当时就是这样做一个典型 被这个四人帮所利用 现在呢 这个我觉得这所谓的中学生 到底是真是假 我们且不说他 如果就算是一个真的中学生 写这样的信 是他自发的 还是有支持的 然后呢 或者是被人发现以后 来大肆的加以利用 这个呢 真的不好说 所以他是这个整个政治棋局中的 一个棋子而已 而且这种说法 其中讲到好像跟鲁迅时代不同 鲁迅那个时代多么的黑暗 而现在多么的光明 这个说法呢 是非常的愚蠢 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中学生的认知 说明他是被洗脑 被毒害的太深 他不了解鲁迅时代的民国 自由度 就是从这一百多年来讲的话 是中国自由度最高的一个时期 那时候出现了了不起的一些 能够成为大师的中国的精英人物 现在你再想找这样的人物 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所以那个时候 个人可以办报 可以办出版社 可以有结社 对吧 进行各种各样的思想的宣导 包括共产主义思潮 在中国 后来呢 也是受到了一些查禁 但毕竟他在中国 已经有了相当的传播的范围和基础 所以这都可以说明 鲁迅那个时代 要比现在当代中共控制的时代 要自由的多 表达的空间要大得多 所以这个无知的中学生 这个被中共洗脑而不自觉 却反 却是带有这种任务的 还是说他主动的来做一个小粉红 来攻击 能够敢说几句真话的一位 也算是中国体制内 比较受宠的官方作家 为什么说官方作家呢 因为方方好像是武汉市 还是湖北省作协主席 应该是有着一定官方身份的 包括过去什么政协委员啊 什么人大代表这类的头衔 可能都是有的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人 能够公开的发声 来进行有限的批评 是应当值得鼓励的 但是居然官方连这样的人 都不能容忍 要采取各种打压 现在我觉得这还是 采取了一个比较委婉的 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进行劝导 我想如果方方再继续的坚持 继续的抗争下去 很有可能呢 方方就会像很多的意义知识分子那样 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归之路 观众朋友们 夏依良教授指出 国经委调查组的目的就是 缓解民怨 忽悠民众 随时隐瞒疫情的责任人 路人皆知 国经委无非要找一个 合适的时间发布报告而及 这个时机就是武汉新增病例 归零之时 任志强作为红二代和富商 他的言论代表了中共内部的不满声音 也说明习近平并未能做到定义尊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夏依良教授